分享幾個 您搜尋網頁上搜尋資料之後 可能會用到的一個小技巧 因為平常大江老師都是用Google找資料 對不對 那你覺得用Google找就很方便了 有沒有什麼改進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再比Google更好一點的 Google會是做得很好嘛 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很多可以改進 比如說你問他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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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他就回答你很多 可是有時候我們希望說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看的這個 來你看我把它放大一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看的 現在Google有推出一個叫做知識圖譜 請問老舊有用過這個功能嗎 沒有 因為中文的還沒有正式推出來 目前只有英文的 可是沒有關係 很重要的是什麼 我先問一下 這個我把超連結 把它連出來好了 來 OK 我們把它拿到外面來 所有的知識圖譜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去查 像周首好了 你看周杰倫 大家都知道他一些基本資料對不對 因為他名人嘛 可是 請問 你會記得他所有的專輯所有的背景資料嗎 拍過什麼電影不見得對不對 你可以透過收集情 把那個結果錄下來再慢慢找 這是一種方法 可是假設你今天找的就是精明的 不管是人事物 那如果說他可以像 比如說老師有沒有去過那個維基百科 或者叫我們看大英百科全書 我查一個條目的時候 是不是最先會有一些 這個人事物的基本資料 你分類這個基本資料 我再來查他相關的東西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更有了解一點 好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 平常如果我們 假設你在收集情上面 假設我就找了一個叫做周杰倫 現在呢 在台灣裡面你會看到 這邊好像有很多跟他相關的文章 是不是都列出來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Google很好 假如Google人其他收集情都免了 因為右手邊有沒有看到 從別的收集情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連維基百科在這邊幫你找 其實右手邊也蠻不錯的 但是這樣還是資訊很亂對不對 因為我要一個關鍵字 可是給我那麼多東西 你可以從這些結果再慢慢找 但是要不要花時間 要 所以我們來看第二種方法 你看剛剛這個 在這邊這個 這裡 你看我們來試看看這裡 我們找一下周杰倫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的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邊他 另外幫我們整理出來這個 他這個人的相關的基本資料 有沒有 在這裡 在右手邊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他基本照片 連什麼時候出生 在哪裡出生 幾歲 都知道 都幫你算好了 沒錯 沒錯 沒錯啦 我以為不知道他原本在哪裡出生 結果一看了才知道叫林口 然後你如果再放大一點 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我把它往下 這邊 連他的爸爸媽媽是誰 人家 都順便幫你去 弄好的 在下面 這樣 都會看不到 你看 連爸爸媽媽是誰 有沒有列出來 很超過 然後呢 唱過什麼歌 對不對 拍過什麼電影 然後呢 跟哪些人跟他相關 這兩個我也許不認識 這個我知道 你這樣子一看的話 我是就可以先對這個 你要找的關鍵字 是先有一個更有一個基本概念 你跟那個概念在找那些 內容是能夠找到更多 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這個就是私事圖符 那目前來講的話 主要是英文的部分 所以你只能用英文的搜尋Google 然後用英文的關鍵字去找 那但是慢慢的以後 他這個會越增加越多 所以他以後也會類似 有點類似像維基百科那種感覺 但是是由他的社群體 慢慢建立起來的 所以這樣子 建立起來以後我們要找 比如說你要找某個歷史事件也好 某個新聞事件 某個容物 某個經典的介紹 你就看到更多相關的 這樣會更完整 會更完整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跟老師再分享一下 這種東西叫做所謂的知識圖譜 另外在國外 也因為搜尋群 現在很方便 可是就是因為他們 每次都找太多資料了 所以現在在國外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要怎麼念 比較 微方 alpha 這個叫知識的搜尋引擎 也就是你現在好像 好像 各位 老師我們都有看過那個 iPhone的Siri有沒有 那個語音助理 你問他天氣如何 他是不是都會告訴你 你在鎖在地的天氣是怎麼樣 那你會在這裏打天氣如何 他可能回答你 是所有地方的天氣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搜尋你就跟那個一樣了 你來看一下 我把這個網型給各位看 好 這裡 這也是很特殊的 那比如說你看 我就直接 過來 到這個網站 好 進來了 我就 直接拿天氣 反正在美國對不對 可是我的人是在台灣 請問 他要知道你是要查台灣的天氣 還是在美國的天氣 好 他當然要聰明一點 假設我直接 W EA T H E R 我只問他天氣 他不會回答我在美國 他會回答在台灣 台北的 你看一下 你看這裡 他有告訴你 你是從哪裡來的 是一張台北來的 有沒有 他就問你 你看 今天天氣 明天如何 深入氣中 預告有沒有出來了 那 另外呢 你在往下走 他還告訴你現在的 溫度有沒有 下雨的情形 相關的都把你列出來 還有最近的有沒有 那我如果再問他 精準一點 我可以問他什麼 台中的天氣 他連台中也找得到 所以很好玩吧 對不對 好 我就問他台中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從IP去判斷說你是從台北出來了 好 今天就台灣 那 你問他台中了 他就回答你台中了 只猜到你沒有用講的而已 用打的 好 所以這樣的話 欸 跟有內在搜尋型就比較不一樣 有內在搜尋型它會把你所有的跟做關鍵自由關鍵列出來 可是在這邊呢 他就是找什麼 就是比較有智慧一點 你再幫你做一個過濾 然後把相關的跟這個詞有關的再整理出來 這樣子 好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搜尋的一個趨勢 以後慢慢可能大家就會開始遇到 好 那第三種 可能大家用到機會就比較多 因為這個就不分語言的 用圖片的 請問老師有沒有在Google上去找過圖片呢 好不好用 其實也是很聰明 對不對 可是呢 欸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喔 如果您在找這個Google的時候 我們的找圖片 平常老師都怎麼找法 其實關鍵是打下去就找了對不對 對嗎 但是 讓你 老師呢 遇過一種情景 比如說你去看畫展也好啦 還是說你看了 看了哪一張照片 我就記得這個我看過 那一幅畫我看過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誰畫的 所以我們去看看 那 那怎麼辦 你就沒有關鍵字啊 沒有關鍵圖像 但是沒有關鍵字 怎麼辦 用圖找圖 你看喔 如果今天 我有一張圖是這個 你看 假設我知道 我有拿到這張圖 可是我也不知道 假設那個是 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這個關鍵字 我要打什麼 怎麼辦 阿咪 這個拿著 丟來這裡 拉到上面 等一下 上開 有沒有用圖 就可以找到所有的東西 老師這家有沒有用過 比較少用 至少我現在上課我發現 有會最高的比較少 我再過一次 您看一下 剛剛有點那個 來 按著它 丟到你的搜尋裡面來 有沒有 丟到上面 上開 也就是有時候我們是有圖 但是沒有那個關鍵字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找 用這種方式去找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我有了這個之後 我可以再去找找看 用它去搜尋相關的網頁 有沒有 我就可以用圖片找到更多網頁上相關的 當然 如果說 假設是老師的作品有沒有 你是這樣PO上去 有時候你的攝影作品 看看有沒有人到用 這樣也可以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一般我們大部分找的話都是什麼 都是你這樣找 然後就找看看對不對 好 然後過去就有 可是 如果假設你是這樣已經找到了 找到接近的 也沒有關係 也可以這樣 你看 它浮出來對不對 按著它 我可以拿這找跟它相關的 平常大家都沒有這樣用嘛 對 你OE也可以 佛服也可以 Google的利用器也可以這樣拖來拖去的 以圖找圖 這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搜尋方法 好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像我有時候要這樣找 是因為 有些時候我拿到的圖是小張的 可是我想透過這個方式 找看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也可以 因為你看 我們可以一上張去找 為什麼 因為 在這邊 當你找了這個關鍵 你看 找過之後 找過去也可以找 從這邊有其他大小有沒有 有其他大小你可以直接選 那有些時候我想要找 跟這張圖 類似的 那我這樣丟過去再來找 都OK 這樣就可以找到更多相關的東西 等於說 雖然我沒有去的部分 但是我用圖 還是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好 這個是我們在社群屏的一些小技巧 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呢 特殊老師再嘗試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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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